台湾网球女双一姐谢淑薇 与20岁新星曹嘉宜 29号凌晨在巴黎奥运网球女双首轮登场 面对罗马尼亚背骨与尼克勒斯骨的组合 漂亮以7比6 7比5直落二夺胜 开湖晋级16强 拥有当满贯女双气贯的百搭天后谢淑薇 适时发挥丰富经验 带领20岁小将曹嘉宜稳扎稳打 临场默契也持续升温 造成罗马尼亚组合不小压力 激战近两小时后直落二开出红盘 也是台湾网球八年来在奥运的首胜 也是谢淑薇继2012年伦敦奥运女双 闯进八强后相隔12年又在奥运夺胜 挺过低潮而今拥有九座大满贯冠军 定居在巴黎 住家距离奥运网球场地不到十分钟车程 谢淑薇笑说打奥运就像是在逛庭院的感觉 而曹嘉宜则表示因为谢淑薇才有机会打奥运 很荣幸夺下首场胜利 相差18岁的谢淑沛 洗手奏捷后将短暂休兵一天 徐六强对手则为乌克兰首战波兰队的胜方 谢淑薇也强调后面的赛事会继续努力往上爬 这一新闻中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